台灣新增10例確診 其中8例境外移入 2例本土感染 疫情衝擊台灣產業 蘇內閣拍板 推出新台幣 1兆0500億元的紓困預算 台灣幫忙成了新關鍵詞 捷克布拉格市長稱讚 台灣是患難見真情的真朋友 白宮機密報告指出 中共刻意隱瞞確診和死亡人數 美國政壇要求 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調查中共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